第三步材料领用出户汇总 那么材料领用出户汇总方法 跟我们材料入户汇总方法是同样的 采用SUNIFS函数 多个条件求和函数 直接插入函数SUNIFS 第一个参数是需要求和的实际单元格 我们是对数量进行求和 选定数量这一列按F4进行锁定 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条件需要去引用的范围 我们是引用单据类型 按F4进行锁定 第三个参数我们是对材料领用单去进行求和 所以直接输入材料领用单 第四个参数是为第二个条件计算的单元格区域进行引用 第二个条件是对材料型号去进行汇总 选定材料型号 按F4进行锁定 好 第五个参数是对材料型号F50-21WBR去进行求和 直接选定这一单元格 并且需要去锁定它的列 主要是方便我们去下拉公式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锁定它的列 按F4需要连按三下 当锁定方出现在D之前 表示锁定的D这一列 点击确定 下面也是同样的方法 直接下拉公式 好 我们对它进行求和 直接拖拉公式 可以看一下 领用数量是58,010 我们简算一下 可以看到 领用材料领用单 数量 所以是58,010 跟我们求出来的是一样的 好 再来看领用金额 因为发出材料 采用的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所以直接用数量乘以加权平均单价 输入公式 领用数量乘以加权平均单价 这一单元格 点击确定 下面也是同样的方法 直接下拉公式 好 第三步我们就结束了